花蓮市进风街66项 在9月份发生了火警意外 造成了三间木造房屋全毁 而为了表达对花蓮市清洁队 协助清运灾后废弃物的感谢 花蓮市国防里的里长黄强 26号的上午 接同了受灾户前往清洁队 自证的守摇杯 来表达对队员们的感谢 花蓮市进风街66项 在上个月发生火灾 造成三间木造房屋全毁 施工所随即启动安心为您 紧急应变SOP机制服务 协助安置并确认灾损状况 清洁队更是一连两天 派出抓斗车与资源回收车 协助清运了15车次左右 让受灾户是相当感动 像清洁队他们很优秀很好 他捡到东西就拿来给我 捡到50块 捡到几十块都拿来给我 我说没关系啦给你们买饮料 他们就是不要 没关系一直拿给我 不管他捡到什么 像捡到我们的手镯啦什么 他也是很实在的拿给我 我说哦 这个清洁队真的很优秀 很实在 真的要表扬一下 所以我今天很感谢 没有什么感谢他们 所以我们就只有买饮料来 桌上摆满一袋袋的手摇杯 全都是受灾户所带来的爱心 26号上午在国防里里长黄强的陪同下 受灾户来到了花莲市清洁队 希望能用意识心意来表达对队员们的感谢 那我再次要感谢我们清洁队的队长 吴队长在此特别的来指挥我们所有队员同仁们 发挥这样的爱心 那今天也非常感谢 里长跟我们的清洁队的所有 所有收灾户的民众 来到现场 那对于队员的这样子一个慰问 让我们感到非常窝心 那我们会继续的为我们所有花莲市民 继续来做环境清洁 跟所有需要帮忙的部分 我们会努力的去把它完成 那再次也要呼吁所有的民众 那天气慢慢转凉了 有些电气的部分 那还是要特别特别注意 那以防火灾的发生 那没有必要的电气 也请大家一定要把插头都拔起来 花莲市区最近火灾意外频传 其中也发现有部分民众家中 是有堆砌资源回收物品的情形 清洁队长吴庆长也呼吁民众 务必养成良好习惯 避免堆砌态度依然物品 以免意外发生 例如家里可能会有一些废弃的瓦斯桶罐 那还有就是我们会把资源回收物 沉堆沉堆的堆放 但是都不处理 当然我知道有一些是在做资源回收的回收户 那我们还是希望说 这些资源回收物不要堆的太多 这个是很容易引燃我们的火灾 尤其像我们的除油烟机 经常很多的家户可能平常都没有注意到 会积了很多的油垢 甚至说这些油会有时候会沾染到我们的电线 当电线走火的时候 很容易就引发火灾 造成一发不可收拾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边特别呼吁我们市民乡亲 一定平常要注意自己家中的环境的维护 此外市长薇嘉贤也呼吁花莲乡亲 应该在家中装饰住景器 才可以在第一时间侦测火灾发生 提醒民众及早应变避难逃生 而花莲市公所也将会配合消防单位 在相关活动当中呼吁宣导装设住景器 来降低意外发生时的伤亡 清洁对战 记者徐黎晴 花莲市报导